傍晚 玩家们陆续返回了疗养院内 掌勺的炒蛋胸在空地上支起了大锅 开始做今天的最后一顿饭 今晚的食谱是盐煮羊角鼠配熏肉干 多亏了新NPC据点的发现 避难所的玩家们总算是吃上了一顿鱼汤以外的食物 这种羊角鼠的味道还算不错 盐水煮一遍之后淋点酱油上去 吃起来有点KFC土豆泥的那种感觉 只不过就是有点费酱油 光是做这28份土豆泥 就用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瓶酱油 而且还是在省着用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 避难所的盐似乎也不太够用了 只剩下了小半袋 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 用不了几天 大家又得清汤白水的过日子了 嗚 这土豆泥也太赞了吧 炒蛋书 我能再添一碗吗 手中捧着碗 蹲在地上的腾腾一脸的满足 没了 一人就一碗 对书这个字并不满意 炒蛋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说道 那咱明天还吃土豆泥吗 疼疼可怜兮兮道 吃不起了 酱油不多了 得省着点用 想吃土豆泥 自己起床叫个外卖吃去 说着的时候 炒蛋兄在心中叹了口气 每天给这帮家伙做菜 真是操碎了心 干了这么多年的厨师 他从来没替老板这么省过 简直恨不得把一粒盐当两粒撒 另一边 坐在玩家中央的夜市端着碗 会见声优惠极色西的 讲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甚至都忘了吃饭 尤其讲到回来路上遭遇 爬行者的那一段时 他激动地放下手中的碗 捡起一根树枝 在地上滑了起来 当时我走在街上 只感觉背脊一凉 浑身紧照皱起 说时迟那时快 我抄起步枪 就是一梭子过去 坐旁边的方长 听不下去了 忍不住拆了锯台 还一梭子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手里 拿着把加特林 夜时干咳了一声 这不重要 然后呢 然后呢 继续讲啊 你们咋把那玩意儿操翻的 就是就是 别打岔 旁边的玩家们 倒是不胜在意这些细节 正听到下饭处 哪里管它是不是吹牛 纷纷起轰嚷嚷着继续 大家别慌 听我继续讲 说时迟那时快 爬行者扑来的瞬间 我一个滑铲 夜时见大家如此感兴趣 很快调整了状态 重新开讲 继续描述起了 它是如何支援 被一种缠住的管理者 如何在战场上舔包 包括后来失手被见人偷袭 又是如何战术性掉线 配合队友们极限反杀 方常听着一阵白眼 实在听不下去 干脆端着碗换了个地方吃 眼不见心不凡 吃完了饭 太阳也快下山了 将小七从楼上抱了下来 楚光带着玩家们分批返回到了避难所中 看着他们躺会培养舱中安全下线 除了垃圾军还在外面打野 所有人都回来了 不过 楚光并不是很担心他 通过玩家列表 楚光能确认这家伙还活着 只不过本人在两个小时之前已经下线 就算再干 也不可能24小时都挂在游戏上 总要起来吃个饭 活动活动四肢啥的 况且游戏中的克隆体也是需要休息的 没有人能24小时醒着 就算是蜥蜴人也不可能 根据官网上公开的资料 下线的方法并不只有躺回培养舱 主动休眠这一种 任何失去意识的行为都可以断开连接 包括不限于给自己后脑勺一记慢棍 或者找个地方躺着睡一觉 只不过这种登出方式并不是很靠谱 一来是无法存档 二来不安全 由培养舱快速合成的克隆体 是不具备任何心智的 换而言之 在没有意识体连接的情况下 这些克隆体对外界的刺激 几乎不会做出除了条件反射之外的任何反应 这时候旁边要是恰好路过一只便衣老鼠或蟑螂 都能一口一口地把人给啃没了 不过垃圾军应该是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藏着 至少目前还挺安全 将垃圾军的事暂且放到一边 楚光在居民大厅的电脑前坐下 按照惯例先是统计汇总了一下今天的工作成果 东面围墙完成施工 资源方面 建材库存收入110根原木 一吨木炭 一吨硅酸岩水泥 黄泥砖两多 以及硬化水泥快若干 消耗的话 原木240根 水泥800公斤 木材库存已经连续两天下降了 不过水泥居然开始结余了 看来得安排几个伐木工才行 或者上调玩家每日任务的伐木需求 食物库存收入350公斤青麦和羊角鼠 5斤熏肉 以及少量浆果和蘑菇 消耗大概5公斤熏肉干 10公斤羊角鼠 以及用于交易的50公斤熏肉和20公斤熏鱼 明天得继续开始打猎了 然后是皮毛库存 除了交易消耗之外 原材料消费5件皮毛 今天腾腾居然做出来5件衣服 可以呀 我想想 应该是250贡献点 对了 还有武器库存的增加 以后还得规划一座军火库才行 最后 今天每日任务收入7个奖励点 又可以愉快地开盲盒了 将数据汇总完毕 楚光靠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 就在他做完这些工作的同时 隔壁房间的30台 已启用培养舱 也完成了对舱内克隆体的扫描 以及体细胞采样存档 并将玩家们的基因序列开发进度 以及面板数据 汇总在了一张表格上 楚光简单地看了一眼 或许是因为当前阶段前哨站的工作岗位 以体力劳动为主 力量系的玩家明显普遍升级速度要快一些 比如老白 现在已经LV3 除此之外 一直跟着自己外出的夜时 基因序列也从LV1提升到了LV2 主属性感知达到了9 成为了整个前哨站感知属性最高的玩家 主人 看着乌鲁鲁滚到桌子旁边的小七 楚光从电脑上挪开了视线 怎么了 您怎么从外面捡了个陌生的女人回来 楚光差点没被这句话给呛到 虽然这么说也没毛病 但总觉得这么说不太对劲 你在说什么东西 小七在屋顶都看见了 是扛着回来的 楚光不耐烦道 所以呢 操着没有波澜起伏的电子音 小七委屈说道 没什么呀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您 相比起可以随时限制行动的克隆体 废土上的原住民更加难以控制 您还是不要太轻易相信他们比较好 你想多了 我从来没彻底相信过任何人 不管是玩家还是这里的土著 楚光淡淡说道 嗯嗯 那我就放心了 小七头顶的摄像头上下晃了晃 表示点头 顺便一提 您可以永远相信小七 无论发生什么 小七都是您最忠实的助手 好的 知道了 好敷衍 这家伙充电的时候就不能消停货吗 楚光克制住了吐槽的冲动 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距离玩家们下线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 不出意外 现在正是官网论坛最热闹的时候 又到了愉快的亏评时间 自娱自乐地哼着小曲 楚光打开了官网后台 先是确认了一眼预约人数 摆着碗的小韭菜们 已经从原先的刚刚破百翻了一倍 现在还差一点就能破三百了 如今预约游戏的门槛 已经从原先的填表变成了填表家答题 虽然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 但能耐着性子把题看完 把空填满 至少能筛选出认真玩的玩家 能通过的人 可以说相当优质了 与此同时 官网的访问量也比之前增长了一大截 日均访问量达到了一千人次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注册了账号 更不是所有人都点击了预约 但至少说明废土 挖在游戏圈子里的知名度正在越来越高 明明只是一个连备案信息都没有的三无网站 除了一大堆文字设定之外 就几张工地照片 没想到居然还能聚集这么多人 楚光心中也是不禁感慨 无聊的人还是多呀 正好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来游戏里给他干活 关掉后台页面 进入论坛 正如楚光所预料的那样 下线的玩家们都跑这来报到了 这会论坛里正热闹得不行 包括两个小时前就下线的垃圾军 也泡在论坛上 捡垃圾九十九级 妈的 今天真是累死老子了 不过幸好还算有些收获 废弃工地北方大概两公里左右 有一座轮胎加工厂 附近有人牵着狗巡逻 疑似掠夺者营地 不过我还不确定是不是 我打算一会儿天黑了靠近点瞧瞧 等我确认了再来论坛上装逼 狂风六百六十六 老白 我靠 我就说下线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你 还有 为啥你能白天上线 捡垃圾九十九级 你要是一种你也可以 不扯毒子了 我休息会儿就上线了 滋牙 夜时 你这家伙就是来访尔赛的吧 戒烟 别说能白天上线了 能让我上线看一眼 我都死而无憾了 啼啼 呀呀 我还在复活 C地 哭了呀 捡垃圾九十九级 滋牙 除了垃圾军一个人在那装逼之外 论坛上的绝大多数玩家 都在热烈地讨论管理者带回来的新NPC 以及新发现的幸存者聚聚地 尤其是后者 玩家们尤为感兴趣 在一长串帖子顶部 楚光很快发现了来日方长撰写的分析帖 这家伙一如既往的擅长总结 论坛里也就属他的帖子人气最高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楚光都忍不住想请他来担任这游戏的策划了 不得不吹一波这次Alpha 0.2版本更新 看得出来游戏官方还是相当有诚意的 简直大大的良心 这次更新的内容远远不止官网上列出的几个优化项目那么简单 包括新的阵营 新的怪物模型 更大的地图等等 内容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丰富 比如这次与我们交易的布朗农庄 刚走到那混凝土结构的围墙下 我就被游戏官方的美术设计给震撼到了 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无论是后起事录的建筑风格 还是不同NPC身上服装的细节纹理 处处都能看见用心雕琢过的痕迹 而不是用原有的素材进行套皮 除此之外 还有战斗系统的测试 在返程途中 我们遭遇了爬行者的袭击 发生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战斗 在此之前 我一直以为这种战斗力离谱的一种只存在于设定中 没想到在当前版本居然已经实装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 咱们的管理者不愧是新手引导员 战斗力简直强的离谱 爬行者扑过来的瞬间 我和叶石都没反应过来 几乎都在不避 全靠他一个人在输出 愣是靠着一根小水管 把两米高的啃食者给操翻了 看到我热血沸腾 另外对于我个人而言 最惊喜的还是有新NPC加入了我们的前哨 他的特殊身份或许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玩法 比如武器改装 甚至是更多支线剧情等等 我觉得完全可以期待一下 关于α0.2版本更新的更多情报 我会在帖子里持续更新 感兴趣的图友们可以点一波关注 良心还行 啊这多不好意思 将帖子从头看到了尾 楚光乐得嘴眉合拢 不过有一说一 楚光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够良心的了 至少他没坑玩家们的钱包 这种能解放梦境与睡眠的次时代游戏 晃鹅场 猪场来代言 不收你个千八百块你还想玩 别说完了 想搬砖怕事都得先冲会员 什么 没钱 那好说呀 拿手抹灰你应该没意见吧 毕竟不这样 如何体现出拿着抹灰刀气墙的 RMB战士的尊贵 当然 您也可以选择看俩小时广告解锁会员折扣券 至少这种缺德事 楚光是做不出来的 看在夸自己有良心的份上 楚光给方长老兄的帖子加了个金 随手关掉帖子 就在楚光正寻思着干点啥来打发这漫漫长夜的时候 旁边传来小气忧怨的声音 主人 主人 您捡回来的那个女人醒了 我们去尝试钩吗 我们最爱与学生地的剧 我们来尝试看